为落实动态清零总方针和四爪的要求 切实防范五一假期疫情传播风险 首都严格进行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决定 五一期间四名群众进入全市各类公共场所 包括郊区的景区、酒店、民宿等 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请广大市民朋友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自觉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不聚集、不扎堆、保持社交距离 共同度过一个健康、安全、祥和的五一假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